哈嘍我是君平雀屏 不曉得各位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是否有遇過夏立這樣子的人 他平常的時候 你就看他明明就做了一大堆的事情了 可是他還是會崩潰著哭著跟你抱怨說 對啊我覺得我今天又失敗了 我覺得我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我是一個廢物 我一點都沒有用 他們會一直這樣子 有沒有有沒有 你身邊有沒有這樣子的人 或者你是否就是一個這樣 極度對自己沒有自信心的人呢 今天我就是要教各位 如何利用便利貼來增加你個人的自信心 我相信你一定感到很好奇了 便利貼要怎麼樣增加個人的自信心呢 首先我們觀察到了一個網路現象 你會發現現在的小孩子比起以前 還要更喜歡玩網路遊戲 對不對對不對 我也是這樣子 因為在網路遊戲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進度條 我們可以感受到我們今天殺死的一隻怪物 可以獲得金錢經驗值 然後我們在一般工作或學習的過程當中 會有人會給你跳出一個 加25xp這樣子的東西嗎 不會完全不會 所以便利貼的用處就在這裡了 先準備各式各樣顏色的便利貼 還有一個透明的罐子 我們稱之為自信存錢筒 好那我們就要開始做囉 如果你是一個學生 今天你下課了 你的聯絡簿上面肯定會抄起了很多大大小小的 你今天你預備要讀的 預備要預習的那些科目項目嘛 請把它分刻一條一條的 逐一寫在你的便利貼上面 開始動作 接著把它貼在你書桌旁邊最顯眼的位置 看起來很多很可怕是不是 沒有關係 我們先從這一堆當中 挑你覺得最簡單的開始做 當你完成一件事情之後 欸先等等喔 不要急著把這個便利貼濕了就丟垃圾桶了 請把它濕下來翻到背面 對於你今天完成的這件事情 寫下一個簡單的心得感想 再把這張便利貼 丟到我們的自信存錢筒裡面 這個動作很重要喔 當那些一張這樣的便利貼 一個一個的被你撕下來的瞬間 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種的替代功能 就好比是 喔那隻史萊姆終於被我KO掉了 那隻哥布林明明就這麼的硬 啊我居然把他打死了 爽啊 那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後續增強的方式 假設說我們的罐子裡面 你只要累積個10張 累積個30張 就可以讓自己獲得一些 我們想要的小獎品的 我們用那個張數來累積點數 我7的那個點數獎勵制度 就可以運用在這個便利貼的功用上了 透過這個獎勵制度 我們不僅如期的完成我們所有的工作以外 在你非常難過非常沮喪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好好的看一下你的罐子 也許你我都忘記了 我們自己也曾經這麼的努力過 透過一個顯而易見的增強方式 可以讓你提高你的讀書習慣 或者是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這都是很棒的 好啦 以上這支我個人給你的一個小小的建議啦 不曉得適不適用 就看你們各位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點一個喜歡 如果不喜歡呢 也不要忘了幫我點兩次的不喜歡囉 兩次兩次 我們下次再見囉 將咧